你不想去 那你不想去 那我就不请你进去了 不 怎么 是怕 伯母和小安看见 我只是 想暂时 保密我们俩的关系 好 我会想去 我明白 不过今天过得非常愉快 我也是 那我走了 你 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是说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拜拜 拜拜 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阿飞 Good morning 你今天好棒 是吗 你谈恋爱了 没有 没有恋爱 哪个男人这么幸运 我有权利保持沉默 你看时间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去给我把合同法拿来 我知道了 是孔灵剑 不就是那个儿科大夫吗 小安 外婆 你怎么回来了 老大借我回来的 伯母 灵剑 小安叔 你们家水管总是漏 我来修一修 那怎么好麻烦你呢 伯母 我们准备找人修的 你别帮我当外人行吗 我真没想到啊 你这弄手术刀的手啊 也会弄班子啊 伯母啊 以后有什么事 你尽管说 好了 你看看 还漏吗 好的 不漏了啊 家里要有个男人就好了 像这种事就不用管了 班班种东西就有人帮了 我买了黄花鱼 今天晚上就在这吃饭 伯母 其实你找个女婿不就完了吗 不容易 现在好男人越来越少了 那你想给金迪找个什么样的好男人 可靠的 成熟的 还要比金迪大几岁 为什么要大几岁 安泰啊 哎 就是金迪那个前夫 要比阿迪小六个月 犯了六冲 结果呢 离婚了 你知道吗 我整整比他大六岁呢 那怎么了 年龄并不是爱情的障碍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 没有自信了 哼 担心自己在大笑的时候 会不会有皱纹出来 害怕十年之后 你已经人老猪黄了 而他却正当年 你甚至介意 你们走在街上 会有人指指点点议论 是不是啊 你不能否认 女人比男人是衰老的快啊 哈哈 女人衰老的快呢 是因为女人总是担心自己 衰老啊 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吗 不是啊 你呢 是一个陷入爱河的女人 感情是危险的 也许我应该在陷进去之前 早点抽身 免得将来 勇敢点 勇敢点 不要吝惜自己的付出 绝对不可以拒绝对方的给予 可是 我曾经在爱情上 被人背叛过一次啊 如果现在 你的心 时刻在 告诉你幸福的感觉 就不要背叛自己 背叛爱了 而且 我还有个担心呢 什么 我妈妈呀 这是我特意给你求来的 她能保佑你啊 吉祥平安 谢谢姨妈 我会贴身带着的 姨妈 有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你讲啊 我看金迪一个独身女人 在外面打拼实在非常辛苦 而且 家里又是老的老 小的小 如果有个诚恳可靠的男人 愿意照顾你们 支撑起这个家 我想您不会反对的 我怎么会反对呢 高兴还来不及呢 其实啊 我也经常劝金迪再结婚 可是 不容易啊 那您觉得孔灵剑怎么样啊 李剑啊 她可是个男的的好孩子 可惜啊 如果她能再年长十岁 那就好了 姨妈 不是有句话叫 女大三抱青砖吗 其实 男人比女人小 反而会更加依恋和珍惜女人 有很多幸福的夫妻 都是这样的 姨妈是过来人 女人要是嫁一个小丈夫啊 一辈子操劳辛苦 操不完的心 你不懂 姨妈 您应该思想开放 接受新观念 你是来为孔灵剑 做红娘的吧 太太请 真是稀客啊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等等 为什么一见我就走啊 做贼心虚啊 我不过是给秦安送去鸡汤 有什么好心虚的 鸡汤 鸡汤 秦安经常熬夜 我心疼她的身子 给她补补 你这不是明白着 给我这当青蛙的眼睛上上眼药吗 你安的什么姓啊 你不用紧张 女儿是你的 这是什么 你不仅要夺走我的钱 你还用更阴险的手段夺走我女儿 阿兰 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走 给我扔掉 你 你走 我不想在我家里看到你 不过的 可以做不到 什么地方 妈 妈 我跟你说水池的管子 怎么不堵了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 我去看看小爱 妈 我回来了 齐安 妈给你熬了鸡汤 来 快来喝 妈咪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的兴致 这两天 妈看你老是熬夜 太累了 都注意身体 趁着喝 味道怎么样 火候还欠一点点 以后妈天天饱汤给你喝 妈咪 你不是要和我借钱吧 突然对我这么好 看你说的 妈对女人好吗 这不是天经第一的事吗 真的 你没听说过 母爱是最伟大的 来 妈给你盛碗 妈 好了 你坐着 我自己去吧 那你多喝点 妈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西芝姨妈来过 她怎么会来 这是姨妈送给我的护身符 怎么会扔到垃圾桶呢 我不知道 也许是阿莱 阿兰娜 妈 那么这些砂锅呢 我扔到她家的砂锅怎么也会扔在垃圾桶呢 好 你不说是吗 我去问姨妈 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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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 这两天我发现你跟他们走得太近了 我好担心 真的 我不能失去你 妈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要夺走属于我的一切 其安 还有你 真的 妈不能失去你 妈妈已经失去的太多了 求求你其安 别离开妈妈 千万别离开妈妈 好了好了 我不去就是了啊 真的不离开了 喂 我是金迪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要给我打电话的 可以出来吗 我也很重要的是 想当面和你谈 现在吗 对 一个小时以后 在新东方吧 好 接近来 好 接近来吧 喂 亲爱 孔宁倩 一个小时以后 眼力要帮我上网的个天 我现在在手术室不能上网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没问题 这家伙 这家伙 靳靳 令剑 你在网上聊天 眼泪 你怎么不回答我 我是手眷 你 你 你 眼泪 你在吗 请回答 对不起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不是手眷 我是孔宁剑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实在不想再欺验下去了 我只想以这种方式 向你表白 我不是手眷 我只是她的提身 什么 靳靳 真正的手眷是谁 为什么你要冒名鼎听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我必须信手诺言 没有手眷的同意 我不能把真相告诉你 放手 我给你倒杯茶好吗 不用了 靳靳 一个人呢 上来 阿兰 没你事了 你去做事吧 出什么事了 来 先坐下 她不是那个人 谁 孔灵剑她不是手眷 她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 你说什么 孔灵剑怎么会不是手眷 没错的 她亲口告诉我的 什么 因为我和她见面的时候 真正的手眷还在网上和我聊天 真的吗 她骗了我 她和手眷他们两个人连手欺骗我 靳靳 你冷静一点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傻 好 其实我 早就给看出破绽了 她根本不是那个手眷 我已经看到 很多蛛丝网记了 那么 她有没有说 谁是真正的手眷 她说 她要证得对方的同意 才能告诉我 齐安 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为什么要戏怒我 为什么她要利用我的真情 窥探我的内心世界 你知道吗 这种事情我最不能容忍 她欺骗了我的感情 你知道吗 她 她一定有难以致影才会这样做的 那不行 我一定要 找出空凛剑背后的真正的手眷 当面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靳靳啊 听我说 你不要这么冲动 来 我先坐一下 我现在呢 我现在给你出去倒杯水 坐一会儿 哎呀 再跟谁打电话呢 你好 我是方琪安 我现在不能接听电话 请留言 齐安 我是方琳剑 我已经告诉靳靳了 我不可以再欺骗她 如果你愿意 希望你辛苦告诉她 你才是真正的手眷 对不起 我可以解释呢 你觉得还有这个必要吗 比论 你说这个要是没什么 我还没什么 我们就把你拦来了 黄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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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誓 我会为你幸福 我发誓 对于你 我已经有太深刻的见识 我本不可以相信 把你的事情 我总算把这伤口愈合好了 我把自己彻底的盼录在你的面前 可我得到的却是什么呢 我知道 想求得你的原谅之后 可是我希望你把所有的事 拐责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愿意承担这样的机会 你觉得还有这个必要吗 我不想再看见你 金金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我已经搬回医院的单身宿舍了 放心吧 我不会再打了 方向完全是出于善良等意 我希望你只怪罪我一个人 不要毁了 你跟他刚刚见里的姐妹情感 好不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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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兰 妈 妈 妈 阿姨 我刚刚获悉 阿婆已经把你在台北的房产和汽车游艇全部变卖 携款潜逃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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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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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妈 妈 妈 你醒了 妈 我就打电话回台湾 让警方全力击拿他 不 不要 妈 到现在你还护着那个混蛋 你 你真是全世界最没脑子最愚蠢的女人了 我提醒过你多少次小心被他耍了 可你就是不听现在他卷了你的钱跑了 你不让警察抓他 还只会没有能开瓦斯自杀 妈 我真被你气死了 你骂我吧 妈 你嘲笑我 妈 妈 现在已经被人家骗的 情价当着 失败迷恋 让你和大家 都相够吗 你为什么不让妈亲死 妈 妈 你不要再做这种傻吃了好吗 你真吓死我了 妈 妈 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真是一无所有了 妈 妈 你还有我 我是你的女儿 亲 妈 妈 我只有你一个女儿了 妈妈已经是摘开高中了 没有推动了 只有来到外公里给我们的遗产 妈 齐儿 只有你能够救妈妈 爸 救我 你一定要救妈妈呀 今天召集各位来 是因为我收到了台北法院的一份通知 法院批准了方其安提出的申请 要求我 金百川先生的遗嘱执行人 向遗嘱继承人 公开金百川先生 5月31日遗嘱 和6月15日遗嘱的附件 这笔遗嘱中规定的时间 早了三天 虽然 这有为金老先生的遗愿 但我必须执行法院的裁决 下面 我就宣读 金百川先生 5月31日的遗嘱 这份手写的遗嘱 是我的最终遗嘱 特在此声明 以前所签署的遗嘱 均为无效 我的财产 做如下分配 我的次女精爱业 将得到一笔足够偿还她目前债务的钱款 但这笔钱款 将不得用于偿还她新的债务 我在温哥华和墨尔本的房产 有精爱业继承 我拥有金氏集团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我的外孙女方奇安 将继承其中的一半股份 拥有金氏集团百分之三十五的股权 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人 对这份遗嘱的有效性提出疑议 他们将被取消这份遗产的继承权 我委托我所信任的律师蔡孝成 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 并授予她一切必要的方便的行使权利 金百川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三点整 下面 我宣读金百川先生六月十五日遗嘱的复检 我金百川 神志健全 记忆正常 特在此将我的剩余财产 做如下分配 我的长女金西枝 将得到我在祖国内地投资的全部房产 其价值与金爱业继承的遗产相当 我的外孙女金迪 将得到我所掌控的金氏集团股份的剩余一半 及另外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齐安和金迪 平等拥有金氏集团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他们将不得抛售或转让这些股份 希望你们姐妹两人同心协力 共建金氏集团的辉煌 金百川 2000年六月十五日上午十点 金百川先生把他的全部遗产 平均分配给了海峡两岸的子女们 作为遗嘱的执行人 我在此提醒各位 只有完成了锦囊的任务 才能够得到遗产 你们 还有五个月的时间 请你寻找你妹妹方齐安心中最大的一个愿望 并实现她 齐安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最大的愿望 我愿意帮你实现她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吗 如果我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得到外公全部的爱和全部的遗产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妈 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了 来 我们俩喝 妈 不要喝了 你醉了 看你的样子 一醉解千仇嘛 你仇什么嘛 外公他不是已经把钱留给你了 是的 老头子是给我钱 可是我根本拿不到这笔钱 都是因为这该死的东西 我把它收到 你疯了 我没疯 我清醒得很 我知道 我是根本完不成这锦囊里的任务 这是老头子在耍我 你知道吗 这个遗嘱呢 就像个彩色的大气球 这锦囊呢 就是一根针 就把这个大气球抓爆了 什么都没有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根本听不懂啊 你自己看吧 现在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 外公他为什么要你放弃遗产给姨妈呢 她是为了还她自己的良心债 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 我和你姨妈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事吗 事到如今 我不得不告诉你 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爸爸 你爸爸 你爸爸崇德 是你外公的养子 我们俩从小 非常相安 两小无才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 你爸爸向我求婚 我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西枝 是 可我总也没想到 其实西枝 她也在暗恋着崇德 当你外公 为我和崇德 住持订婚之夜的时候 我意外地在花园发现 西枝她 哭着恳求崇德 跟她私奔 并且欺骗手 说我根本不爱崇德 但崇德 没有相信她 并且拒绝了她 当你外公知道了这件事情 非常生气 狠狠地责备了西枝 也就因了这件事 西枝 一直对我和外公怀恨在心 她竟然留下一封 与你外公断绝父女关系的书行 离家出走 我们找 找 整整找了四十年 我们也没找到她 我们都以为她不再认识了 可是外公 不是委托蔡律师找到她了吗 那是你外公 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歉疚 她想用钱来弥补她 那她为什么还要强迫我 放弃我的那部分 让给西枝呢 难道就因为 我跟你爸爸结了婚 我没有把心爱的男人 还给姐姐吗 她就要用这种方法 来弥补她吗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她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 妈 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你有没有做错 四十年来 四十年来 在你外公面前 尽忠尽孝的是我 但你不到的是她 为什么要把荆家的财产 让给一个良心泯灭的人 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这太不公平了 姐 一定要为妈讨回这个公道 但是这份遗嘱是不能更改的 难道你就愿意让金迪 来抢走那本该属于你的 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吗 她凭什么 难道就因为她姓金 钱呢 为了我们金氏集团的利益 你也应该把这百分之七十的股权 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绝不能让仇人 来毁掉我们金家的产业呢 好 请慢用 蔡律师 我敬你一杯 这杯酒喝下去 你就该说出 今天请我吃饭的真正意图了吧 还是骗不了您 干杯 干杯 其实我觉得从小到大 最关心我的是外公 但最了解我的却是您 我五岁的时候 爸爸就突然出意外去世了 妈妈把我丢给保姆 整夜出去打牌 是你每天来看我 陪我玩 给我讲故事 带我去游乐场 这是我应该做的 因为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朋友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所有的毕业典礼 都是你来出席的 我妈妈老是因为各种原因忘了 爱业是粗心一点 但是 他是真爱你的 谢知语嘛 你爱过我爸爸 是吗 你应该知道的 谁告诉你 我妈妈告诉我的 她们姐妹 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但姐姐却输给了妹妹 四十年来 姐姐因此 一直对父亲和妹妹 心存怨恨 耿耿于怀 这是我不能肯定 这是不是真正的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她是胜利者 从律师的角度说 也许双方当事人 都很有可能 把不利于自己的一面 隐瞒起来 甚至于歪曲事实 谁是谁非 只有证据 才是判断的依据 正确 齐安 如果你认真地完成 锦囊里的任务 就会知道事实的真相 齐安 姨妈 进来 齐安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啊 姨妈 为什么四十年前 你和外公 断绝了父女关系呢 过去的事情嘛 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再提了 因为你 嫉妒我妈妈 得到了我爸爸的爱情 因为你迁怒于外公 没有让你的横刀夺爱得逞 是吗 你 你听谁说的 看来我妈妈没有拼我 事实 果真如此 事实 你永远不必知道 你是不是有事 你重复地 冲一下 你 也不知道 你死了 你 我 也不止 你 就 我 知道 你 造成了金家的悲剧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姨妈 你不觉得这么多年来 你背弃亲人 和做儿女的赡养责任 现在却要伸手 拿走外公的钱 这么做 对我妈妈好不公平 公平 自在人心 我一定为我妈妈 讨回一个公道 你见到我 很不高兴呢 还不至于吧 我只是没有想到 你回到我家来 你还在 因为手卷 生我的气 对不起 我不想谈这个话题 看来 我们已经话不投机 半句多了 再见 齐安 我们永远是表姐妹 只是我需要时间 化解自己的心机 我是想去找你 是要和你商量 如何一起来解决 外公留给我们的锦囊谜题 是要敌鱼得到遗产吗 我对菜迷从来没兴讯 我还有事 是要跟各位 这要是 我还要去 我刚才 我坐下 我 我 我 给你 这是 至少 我 王秦安来过了 那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 妈 你是想打 对遗嘱提出异议的诉讼案 确切地说 是对我外公在六月十五日 所立遗嘱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是因为在这份遗嘱上 分了一半的遗产 给你的姨妈和表姐 因为这份遗嘱 是他隐居在山区的时候 所写的 而且当时没有任何律师 在场见证 最重要的是 他写完遗嘱后的一个小时 突然发病了 如果能够证明 他签署遗嘱时 不具备正常的精神行为能力 那么遗嘱就无效了 而部分遗产 将会有他的法定继承人 平分 我妈妈姨妈 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因为我爸爸是外公的养子 所以我可以 代为继承他的那部分 但是你姨妈 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对你外公 尽赡养义务 又作为内地子女 继承在台湾附近的遗产 他只能得到很少的一部分 我必须赢得胜苏 因为我输不起 赌注太大了 那你认为你外公当时 精神有得错乱吗 这个人呢 孤屁 离奇 怪的 令人不可思议 但他绝对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那你先要找一个 能够帮你打赢这场官司的证人 你是说 精神病专家 不不不 这些人只会白白浪费你的钱 都不败ED 感谢观看